在台湾发片的第一张专辑 他非常非常穷 因为太穷了 所以他没有钱打岳阳电话 给他的妈妈跟姐姐 然后他必须就这样子 在台湾过生活 那个红头发故事是 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是被姚谦看到 毕竟他的行在台湾 那么多玉女歌手当中不多 所以重新帮他包装 换成红头发 换成那种蜡舞 然后所有的歌曲的曲风也不一样 所以重了 所以这个滴答滴也是他人生的 真的是一个高峰跟代表作 其实李文呢 她是16岁的时候 就有来参加 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 拿下冠军 那18岁的时候 参加选秀歌唱比赛出道 那时候有被誉为 是叫台湾的玛丽亚凯利 对对对 小麦哥有印象这段时期 但李文刚出道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 他其实在台湾的歌坛 1994年发第一张专辑 掀起一阵悬风 因为那个时候 等于从美国回来的 就是有那个 譬如说王立行他们 是一个团体 那李文这种是美式作风的女生 那时候歌坛比较少见的 你看她上飞歌的节目 都电臀跳舞 而且你看那二三十年前 她跳的舞姿 就跟现在的年轻人的 流行舞姿差不多了 很厉害很厉害 当然她第一张专辑 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主打歌就已经爆红了 然后就开始 哇这个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滴答滴 是98年 其实这首歌是她一个高峰 一个高峰 98年她已经到了索尼唱片 然后是摇签帮她打的这个 这个这个 她因为李文那个时候 就是R&B的舞曲曲风 不管是抒情歌曲 这个就变成一个舞蹈 滴答滴是个舞蹈天后了 这个时候而且大家看到李文 你看啊 她展现的是她造型 她是一个牛角 红头发牛角 然后她的这个拉丁 这个歌是一个翻唱歌曲 然后是一种拉丁舞式的 然后这种火辣式的 她的这个拍的MV呢 又在这个铁路局的一个古迹里面 铁路管理局的一个古迹 所以她整个的反差 包括她的MV 包括她自己的整个这个唱跳 然后这个歌的这个曲风 洗脑的这种曲风 其实让这个专辑是 李文的这个专辑最卖的一个 台湾不到一个月就是50万张 全亚洲卖了180万张 所以这个歌是非常让李文 上一个高峰的歌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MV里面啊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李文的招牌就是红头发 那时候那时候 其实大家不要想说 现在你看韩星嘛 染粉红色啦 蓝色绿色啊 都西中平常 但在那个年代 其实你很难想象 那个年代我们要染头发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学校还有发禁 那个女生也是有发禁 男生也是有发禁 你更不要说你一个学生 要染头发了 可是那个时候李文是这么前卫 在路上几乎你看不到 有人染这个颜色 可是这个红头发有故事的 就像刚刚麦格讲的 他在18岁 然后出道嘛 因为今年是第30年 他的第一张专辑 刚刚有讲了 爱要趁现在 主打歌是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很好听 可是其实他当时的造型 跟曲风 跟后来的滴打滴 是完全不同的 那那个年代的台湾的唱片 尤其是这个流行音乐 还是走那种纯情玉女 对对对 就是唱情歌的人 都要有点苦情 然后要那个所谓的这个造型 也要就是看起来是玉女歌手 这样的一个感觉 标配包装 但是李文不是呀各位 他是ABC呀 然后这个型 跟你要打造的 他本来的形象 根本是非常违和 所以虽然第一首歌 大家都记忆深刻 可是他在台湾发片的 第一张专辑 他非常非常穷 他曾经讲过 因为不红那个时候 所以变成是说 他甚至于很多的 这个节目都没有去 他曾经搭火车 八个小时 十二点的时候 半夜十二点 是在这个台北录音室录音 然后到了早上 大概六七点的时候 他就搭火车到台南去作秀 然后因为太穷了 所以他没有钱打岳阳电话 给他的妈妈跟姐姐 然后他必须就这样子 在台湾过生活 那个红头发故事是 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是被姚谦看到 姚谦看到李文的时候就说 你不是那种纯情牌 因为ABC当年在台湾的歌坛 是少数 比较少 虽然是后来有LA Bowers 可是他毕竟他的行在台湾 那么多玉女歌手当中不多 所以重新帮他包装 换成红头发 换成那种蜡舞 然后所有的歌曲的曲风 也不一样 所以重了 所以这个滴答滴 也是他人生的 真的是一个高峰跟代表作 也很符合他 所以各位他以后就走这种 很阳光 很阳派 大家有没有发现 跟当时的歌坛真的不一样 所以姚谦真的是他的贵人 不是姚谦重新打造 尤其这个红头发 其实他可能还要沉寂一段时间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李文那时候 除了他的歌曲 到现在还在洗脑 滴答滴滴滴滴滴滴到现在还在洗脑 他的那个红头发的那个形象 其实有这个故事 再加上当时其实很多人 也去copy这个 那时候就是有一些 就是大家很喜欢去模仿偶像 这个造型这么冲突的 还是很多人喜欢 这张专辑 其实那时候也是卖得非常好 卖破百万张 其实这个在当时的销量 已经是迅速串到这种天后等级了 但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女生 其实大家有没有 晓不晓得一个去艺文 就是说其实李文 Coco的专辑《台湾卖这么好》 他是93年香港歌唱比赛 TVB的新秀大赛出来的 94年来台湾发片 低大低是98年 大家知不知道 1997年的时候呢 因为香港是李文的出生地 他9岁移到美国去的 所以他1997年 他回到香港 发他的第一张的 这个粤语的专辑 但是你知道吗 这张专辑叫做李文Coco 可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因为当时姚谦 因为这是索尼了 姚谦希望把这个 把这个李文的这个声势 能够就是变成国际化 就是又唱又跳国际化 所以就发了很多 那个国际通讯社 路透社 法新社 来采访记者会 大型记者会 希望把他这个又跳 又唱又跳的这种动感散发出去 可是你知道怎么样吗 结果那天记者会 外国通讯媒体完全没有来 因为那个时候李文 1997年还没有大红 你刚刚讲到就是Coco这张专辑 对 结果外国媒体都没有来 然后李文就很失望 可是这张专辑也出师不力 在香港1997年 只卖了十万张 对这算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个销量在当时 所以你就发觉李文的歌坛 这30年他没有什么粤语歌曲 对 他的歌曲都是西洋 国语歌跟英文歌 而他其实会讲广东话的 他香港新社大台讲了一口 流利的广东话 这也是他跟这个 他的经纪人姚千 第四张专辑 合作的第四张专辑 但刚刚有提到 在香港销量竟然就十万张 十万张很可怕 等于是现在在YouTube的 YouTube的流量串流 可能点阅只有1万的这种概念 这你就看有多可怕 所以导致于呢 他原本其实有计划好 下一张粤语专辑 但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张实在卖太差了 立刻喊他 所以这我觉得是一个 李文很大的一个转机 因为呢他在那个时候 卖太差了以后怎么办 我不可能说这一人就不做了嘛 那我们怎么做呢 那不然转台湾 所以其实这个是李文那时候 转到台湾市场的 一个很大的转机 后来才有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 滴打滴这张专辑嘛 其实除了滴打滴之外 其实李文另外一首歌 我觉得也很棒 就是《往日琴》 包比达摇签作词 包比达作曲的这首情歌 《往日琴》也唱 李文唱起来如气如素 而且是有那种带有R&B的嗓音 唱这首歌 这个抒情曲也非常非常好听 其实李文不管快歌慢歌 当然你说 沃虎长龙的月光爱人 那也是快支人口